药物流产后注意事项需知 药物流产后注意事项。流产是现在很多女性都会有的一种经历。 那大家可否知道药物流产之后需要注意什么呢?如果不知道的话,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! 1. 流产后可加符活血化于中药。2. 流血时间超过10天以上要到医院就诊。 3. 进行药物流产之后需要进行3-5天的休息。 4. 在进行药物流产之后,都是会出现出血症状。 5. 而不管是出血多少,都禁止进行夫妻生活。 5. 因为这个时期进行夫妻生活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。 5. 药物流产后一个月内不喜欢雨,不做阴道冲洗,禁止游泳。 6. 所用卫生巾,卫生纸要选用合格产品,生巾要勤换,不春化鲜面掉内裤,内裤每日换洗。 7. 如果在药物流产之后出现引导流血,并且时间超过7天的话,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生素来进行预防感染。 7. 如果出血超过两周,则需要到医院进行检查。 8. 如果出血超过两周,则需要到医院进行检查。 8. 药物流产,移Uh